大家好,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 那天我喝完那杯手打柠檬茶之后 好多人给我推荐和声会的这家milk tea 今天我就来试试看 我买了一杯28块钱 等了20分钟,终于等到了 和声会里面人太多 现在在后门找个地方坐下来 试一下 这个确实比我之前喝的那家好喝 这个有一种小时候吃的那种水果硬糖的那股柠檬的味道 它的柠檬味儿更浓 然后它没有像上家那个茶的那种像青草糕的那种味道 还算比较正常的柠檬茶 怪多了,上回我发了一个视频 有几个朋友就推荐我说这家 但是按照28块钱一杯来说,我也觉得贵 它这个水准大概 8-12块钱的水准吧 它的冰呢有 有几块块状的 也有一些 凿碎的凿成片状的冰 但这个冰呢比 上回那家的冰少多了 水呢液体呢比较多 茶比较多 但是我说错了 我在吸的时候 它其实还是有很多沙冰 堵住了吸管,吸不出什么 嗯 清清凉凉 这款确实 比那个要好喝 我发了视频之后呢 有些朋友跟我科普说 我不是说它那个柠檬皮太厚吗 也不太酸 有些朋友科普说 这个就是香水柠檬 说就因为做这个手打柠檬茶 这个香水柠檬 从3块钱一斤被炒到30块钱一斤 现在 这杯也是 也是清清的柠檬 也是皮很厚的 应该就是这种所谓的香水柠檬吧 但这杯的柠檬的清新味道 是比那杯要好的 比那杯要香的 也有人说 在泰国就是很多冰这种茶 在泰国我能理解 因为在泰国一杯冰很快就化掉了 但是在北京现在这个天气十几度 二十度 冰还不怎么化 半天都化不掉 至于这个特别绿的茶 这个茶的原液真的绿得太离谱了 有些朋友就说 他们用了什么色素啊 有的又说有荧光绿啊什么的 不知道真假 反正这种 它这种茶应该是一种调配茶 不光是茶 还有一些草本植物这些 好了 这就是我探店的第二杯 手打柠檬茶 这杯没有上杯 那么心痛 起码来说还算比较好喝 但是也真的不便宜 二十八 被炒起来了 太夸张了 如果你有喝到好喝的 手打柠檬茶 请评论告诉我 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 关注转发 对我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这杯一开始 前半杯呢 就是像小时候吃的那个水果硬糖的味道 喝到底下 也是这个柠檬皮反出来的色 后味是这个柠檬皮的苦色 但是苦涩过去之后呢 口腔里流成有柠檬皮的那些油脂性的 一种芳香的物质 所以现在嘴巴里有点麻麻的 有点清新的味道 这个味道保持了很久 在便利店里面 本来想买可乐加进去的 但是我节制住了 送到水 可乐的话应该最爽 充满一杯水 还有很重的柠檬皮的味道 没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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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没空 感谢观看